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曹操吹成一个完美的大英雄 老兵觉得曹操是英雄不假 但是曹操获得成功的过程确实不是那么完美 现实来说曹操的双手还沾满了劳动人民的鲜血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今天就聊一聊曹操时期实行了一个 让很多专家极力夸赞的兵役制度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军户制 这个制度为曹操维集团赢得三国战争最后的胜利 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也成了曹操人生中的重要政绩之一 不过在老兵看来 这也是一个死穴的政绩 那么曹操是怎么做的呢 他的统治区把人口分为营户 魂田户 军户三个阶级 其中军户要世代为平 就是说你要是个当兵的你就要加入军级 一辈子也不可能转业了 不光你不能转业 你死了或者退休了 你儿子还得接班 不接都不行 不接犯法 曹操这样做的目的 当然是为了让部队打胜仗 在三国乱世之中 军人是很宝贵的资源 尤其是那些酒精沙场的老兵 绝不能让他们轻易拖出政府的掌控 为了防止士兵逃跑 曹操甚至将士兵家人集中安置 如果发生逃亡 叛变就会受株连 这又使军队降敌者少了很多 相比之下 原来军队数量最多的袁绍一达戴仗 就控制不住部下 其手下大将多数都投降了曹操 说白了 曹操的士兵都是人质 不拼命打仗不行 投降的话 家人有可能被杀 所以没有了选择 要不在战场上多杀人 要不自己被杀死 那么军户有什么好处呢 几乎没有 因为本身就是统治者圈养的奴隶 随时随刻都可以让你送命 可能有人觉得这样也没有什么 当兵打仗本来就是一个公民应该尽的义务 这样说没有错 但是让你一辈子为兵 没有提拔的机会 满了六十岁 七十岁还不让你退役复原 而且你的孩子一生下来 也注定了未来要上战场 甚至死在战场上 那么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期待的呢 当时的军户就是这样一个处境 以前一直不明白战场上 为何会有老实物残品 看了曹操建立的这个军户制 现在总算是明白了 不过要说那些军人完全没有得到 也是不对的 据史料记载 军户倒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统治者可能会给你分配一个媳妇 解决你的婚姻问题 统治者为什么会关心这个问题呢 当然是为了更好的控制当兵的 另外也是为了多生一些孩子以后充实到部队中 所以在三国中有这么一个传说 就是战场上抓到的女人 就直接分给当兵的了 这样还不够 曹操甚至下令到全国去征集馆府 以便佩计军人 同样的道理 如果军户死在了战场上 那么他的老婆就得由统治者重新安排 给另外的军户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出唇